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再跟着我 当初见你回来的时候可不知道你是个样子 现在被胡子去梦回忆 未空云海无人意 倾前有明 风尘未定 只怕要在孤寂中 孤寂 记住这次的任务是吗 记住 一定得有你安全 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男者二人 你个死丫头 人都死了你户什么户 四爷说了 别让这娘们脏了院子里的地 你再敢耽误我 小心我打死你 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 我看谁敢 下屎了 你个死丫头 下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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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小白 嗯 你能帮我打点热水吗 我想洗个澡 好 那你等小白 这小丫头真好 我怎么回实验室了 我不是到民国了吗 哎呀算了 还是回来好啊 回来多舒服啊 还有我的化妆品 我想在民国呀 什么都没有 原来 我是能够随意穿越的 这也太好了吧 小白 你水打好了吗 打好了 队长您来了 夫人刚睡下 他不是要自杀吗 怎么还没有死 这 怎么 四爷是想念那晚了吗 陆雨晗 原来你会说话 你这种女人 为了攀上 可真是能装 不过今日我来是来告诉你 明天 是我娶雨诺之时 你最好待在这里 放心 我可对你不感兴趣 我可对你不感兴趣 我在这一天 你们就休想好 呸 呸 呸 小白 夫人你醒啦 这万民什么声音啊 这么长 夫人忘了吗 今天四爷要去 啊 我知道了 你去帮我杯点水 所以备好 外面等我 嗯 嗯 怎么感觉 还少点什么呢 好 恭喜恭喜 新年才这么漂亮啦 吉时已到 准备拜堂 等等 哎 这是来找啥的吧 说说这大型的日子 总是大型的日子 多惠奇 陆雨晗 你来做什么 四爷 你今日要娶雨诺姑娘 所以呢 我特意带来礼物 这今天可是热闹啦 我也 开始吧 新娘子敬茶喽 姐姐请喝茶 妹妹 你穿这身正红 不太合适吧 姐姐今日特意给你带来 她的婚服 换上吧 陆雨晗 四爷 听姐姐的吧 只要我们心中有彼此 穿什么衣服 我都不介意 你这新娘子 怎么还穿黑色的衣服 还穿黑色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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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姐 你带回去吧 既然你和雨诺不办婚事了 那我也先走了 站住 敢跟本会长闹 本会长陪你 我倒要看看 你能耍出什么花样 你这么大闹四爷婚礼 四爷日后 必定不会放过你的 我会怕他呀 好笑话 不行 晚上我睡着了 他偷偷跑进来 把我给杀了 不行 晚上我睡着了 他偷偷跑进来 把我给杀了 不行 我得拿着点东西 万一 他要是想对我做点啥 再来把刀 你凭爽爽喷雾 够了 刀 防狼喷雾 绳子 甩棍 这回我就不怕了 你看 我喂四爷准备的菜 怎么样 小姐好手艺 一会四爷来了 我一定好好地跟他喝一杯 小姐 四爷 四爷好像快到了 好 快去看看 四爷呢 小姐 四爷他 走了 我 敢欺负我 臭男人 打死你 你可打听清楚了 小姐 那个陆雨晗太不要脸了 为了得到四爷 他竟然在你们新婚前给四爷下药 还让四爷过了夜 什么 四爷竟然碰了他 无碍 路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我定要四爷离开那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看四爷 四爷 四爷 诺儿做了一些点心 待会我们一起去尝一尝吧 诺儿 对不起 昨日 四爷 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提了 昨儿你还哭了一夜 怎么就不提了 多嘴 下去 四爷莫要怪罪小鹰 都是我把他宠坏了 我 真的没事 小白啊 我跟你说 我看像老准老准了 来 我看看 小姐 路说明找你来有什么事啊 四爷让你去道歉 道歉 和谁啊 段姨娘 门都没有 出那干嘛 你诺渴了 不知道警察吗 她自己没张手啊 四爷 别再为难姐姐了 诶 这话她说的对 我一个正事 给一个小姨娘警察 这事要是传出去 影响四爷您的形象 以后这个家由你做主了呗 这个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陆雨晗 原来你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寄予本会长的家产 会长大人 言中了 我们是合法夫妻 你的就是我的 如果有一天你咯批了的话 那家产自然有我一把 你的就是我的 如果有一天你咯批了的话 那家产自然有我一把 姐姐 你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怎么能诅诈四爷死啊你 你是怎么想的 陆雨晗 啊 你就这么想让本会长死吗 这是会长大人您说的 我可没说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和我盯嘴 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呀 你要是打不死我 我之后不会让你好过的 四爷 陆雨晗 就算姐姐大逆不道 也别再为难她了 我满足你 我们走 什么意思啊你 谢谢先生 买包喽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我会长您好 谢谢会长 买包喽 怎么了会长 买包喽 会长大婚当日 正期大闹现场 给我调查 究竟是谁 夫人 你命怎么这么苦呀 之前府里姨娘和下人欺负你 你不支声 如今你变了 也不支是福是祸 今日又被打成这副模样 夫人 小白 夫人 你醒了啊 夫人 你这么爱四爷 四爷这么狠心 没事 一点小伤而已 我有药 你去打喷水过来 好 我这就去 全都拿过去吧 我 夫人 水我放好了 那我先帮你敷伤口吧 好 等等我来吧 这才对吗 肚胆吗 夫人 夫人 这什么东西啊 这么香 这个呀 是我发明的 滋热小火锅 滋热小火锅 你过来 上这来 好呀 没事吧 没事吧 还没好呢 再等一等 你说 我们如果在这块 开一个这个小火锅店 能不能成功 火锅店 你自己会儿 请不吝点赞 咱们 说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 小白 我们俩不太会跳的 你就按照夫人说的 扭起来 好 你起来 扭起来啊 听说大小姐中毒了 四爷派人给他找城内最好的大夫都没用 夫人好 管家让大家赶紧过去 我们也去吧 我们还是不要去了吧 没事 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走 我也是第一次见的 试一办法呀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没记载 真是事所罕见 你去和回家说吧 怎么样 我妹妹还有救吗 老罗已经尽力了 大小姐之病无人能医了 四爷 那下去吧 下去吧 是 这疑难杂症 这可怎么办啊 我能救他 我可以救他 陆雨晗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我会医术 信不信有你咯 怎么 看样子不信呢 那好吧 准备棺材吧 你真的能救我吗 你出去我就能救了 有了 就呢 有了 救他了 救他了 查出来是谁做的没有 已经查过了 去过段姨娘她 回来就 不过 段姨娘也有轻微中毒症状 只是没有小姐那么重 段姨娘我现在怎么了 已经没有事情了 行 我知道了 下去吧 是 现在你身体怎么样了 你来干嘛 前几日没能及时看你 是因为我也轻微中毒 还死不了 幸好 幸好 嫂嫂给我解了毒 夫人 这大夫都解不了 夫人还真厉害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 我的新人真是太单纯了 会不会玩牌啊 陆雨晗 陆雨晗 陆雨晗我叫你呢 洛书欣 你怎么来了 这么快就好了 我看你是巴不得我死吧 这是说的哪儿的话 我要是想让你死 救你干嘛 说不好那毒就是你吓的 哼 我说呢 书信这么单纯的人 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原来是有人在背后教的 姐姐这么说话我就听不懂了 杏儿是成年人 难不成你觉得杏儿很愚蠢吗 哎哎哎哎 你少给我吓烫啊 来人 把他给我关进牢房 炸弹 进去吧 你们 你 别太过分了 我怎么说也是你们的夫人 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呀 老实待着吧 你等我出去的 我第一个收拾你 什么破敌风 谁 快出来 是我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是谁 进来吧 你发烧了 不过我可以救你 把眼睛闭上 闭上 闭上 这些都拿上吧 这碗汤也不要拿 喝了这么久 还能喝吗 难道 你这个实验室有保鲜功能 闲吧 算你运气好 给你一碗汤 我看看哪个适合你 这 这是什么呀 这些啊 是可以救你命的药 好 你发烧了 你发烧了 一会儿把这个喝掉啊 你刚刚明明 在我旁边 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我说 我是个仙女 你信吗 仙女 不重要 来 这个药你可以喝 这个也可以 这个 贴 贴在这儿 你 我这还有一碗鸡汤 我这还有一碗鸡汤 把这个鸡汤也喝了吧 这样 你才能痊愈 好 好 我记得当时 留了双拖席在哪儿 吃点什么好呢 小火锅 就它了 再来两瓶 好香啊 你也吃点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小火锅 这个是雪碧 火锅还能这么做呢 那是自然 这可是自热小火锅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是吧来你再尝尝这个 这个可要喝了 这什么呀 这么香 神 你怎么被 关进来的 难不成 你的罪落数名了 那你怎么 关在这儿了 我的事 你可不能 告诉任何人 那我有什么好处 好处吗 到时候 我带你出去 吃火锅 四爷 什么事 你叫夫人呢 四爷怕是 想夫人了 没有 还不快去 叫过 是 四爷 夫人不见了 什么 夫人去哪了 我把夫人弄丢了 怎么办啊 你说我都没了 这么久了 这小白 都不知道找我吗 还是说 他不会遇上 什么危险了吧 可能 遇上危险了吧 我呸 口嘴里 吐不出象牙 你是不是感冒了 可能 是谁想我了吧 一定是谁想我了 四爷 夫人找到了 在哪儿 被淑欣小姐 关进牢里去了 走 四爷知道了 是的 小姐 赶快去找洛书欣 去牢房 好 多谢姑娘 帮我疗伤 不过 我得先回去了 你一个人出去 可不够意思啊 那你愿意 陪我一块离开吗 四爷 哥哥 你听我说 我不是有意的 四爷 陆雨晗 我把你关在柴房 怎么 怎么我小哥也在啊 四爷 你别生气 姐姐 不会跟洛书欣有什么的 四爷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呀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知道 我闹着你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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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 我不是人的 都可以 我干什么呀 你 我不是人的 放开我 放开我呀 放我下来 你干什么 就这么耐不住寂寞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偷人都偷到地牢去了 我是被冤枉的 谁能冤枉你呀 懒得跟你说 怎么 还回去继续偷人吗 我乐意 我想偷谁就偷谁 跟你没关系 你是我的女人 你的女人 以前你那帮臭娘们欺负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的女人呢 还有你这个臭男人 配不上这么优秀的我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十遍一百遍 都是这样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这不是那个欺负吗 怎么 四爷还没修了他呀 听说当时有人大闹你的婚礼现场 你都不生气吗 都是一家人 姐姐要不要一起玩 她个土包子 她会玩什么呀 诶 糊了 陆宇海你疯了吧 你故意的 对呀 我就是故意的 你能奈我何呀 你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知道我哥 气死你 什么 一起玩呀 你听说我大闹婚礼现场啊 那你的意思是 你当时没在咯 哦 对呀 你只不过是个小的 你家先生 又怎么会领你来这种重要场合呢 还有你 四爷学不学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家四爷不仅不会羞辱我 还爱我爱得要死呢 你 我们之间的账 你该算算了 罗长 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地儿 对呀 我记得是咱们的舞厅吧 是啊 不过夫人 开了间火锅店 先生慢走啊 火锅太好吃了 谢谢啊 下次再来 老板姐 小白 认错人了 我不是小白 夫人 夫人 不好了 说过多少遍了 在外边 叫我小姐 小姐 四爷来了 一杯天上水 夫人 夫人 不好了 说过多少遍了 在外边 叫我小姐 小姐 四爷来了 四爷 他也来吃火锅了 需要我帮忙吗 需要 那个 今天再停一夜 对不起大家了 大家下次再来 真是扫兮 都没吃完呢 对 你来干嘛 你又来干嘛 小 这是我的产业 我只是来帮我夫人打理一下 你是来添乱的吧 回去 我警察所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四爷 你是来吃火锅的吗 怎么 现在连锦吃都懒得解释了吗 我就开家火锅店 有什么好解释的 真有那么好吃呀 是的 大小姐 听说连四爷都喜欢吃 干嘛呢 没干嘛 哦 你偷吃我小火锅 你说什么呢 谁偷你小火锅了 先走吧 你敢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 你手里那个是什么呀 跳跳糖 你要吗 我 我才不要 去 去 来 是什么呀 陆月娥你竟然在我家里毒害我 大小姐 这是跳跳糖 一会儿在嘴里就不跳了 你戏怎么这么多呀 这跳跳糖还挺甜的 把这火锅送回啊 吃 嗯 吃吧 陆月娥 你最近怎么没去火锅店啊 我最近有别的事要忙 所以就没去 哎 我跟你们说啊 那火锅店现在火得可不得了 有什么可吃的 那东西吃了都不健康 这就是你不懂了吧 我跟你说啊 我四哥 就特别喜欢 你怎么来了 四哥 难道我回自己家 都不行了 你怎么来了 四哥 难道我回自己家 都不行了 正好 祖母最近托我 给你选了一门好婚室 不劳烦四哥了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好啊 一个月内 要么娶了你喜欢的人 要么 娶我给你选的人 行了 你们散了吧 星儿 吃什么呢 嫂子送的跳跳堂 也就你这种小孩容易被收买 说谁小孩呢 就这点东西把你给收买了 你说我说谁啊 难道你忘了她 原来怎么对你的 那那那我怎么办 毒可不是你这样吓的哟 什么毒啊 你说什么呢 你不是喜欢吗 来来来 多吃点 好吃吗 你 是你给树心下的药 是又如何 是他要先毒我的 哥 他欺负我 罗城 把他拖出去 打板子 让他知道知道 姬父妹妹是什么下场 你 不分青红皂白 就这样对我 我下去 夫人 段姨娘来了 姐姐 身体可好些了 你来看我笑话呀 哪能啊 这不 听说姐姐被四爷给打了 心疼姐姐 来看看姐姐 哦 小鹰 快把药给姐姐看看 这些啊 都是特意为姐姐准备的 你有这么好些 小鹰 快把药给姐姐看看 这些啊 都是特意为姐姐准备的 你有这么好些啊 这里可没四爷啊 就少在那儿假思维了 既然姐姐这么说了 我也不装了 在这里 要么 有你没我 要么 有我没你 好啊 随时奉陪 你饿婆娘 你给我等着 四哥 你这留生机挺好的 什么时候送我一个呀 你要是喜欢 就拿走吧 四哥这么大方 不过以后 离路语还远点 毕竟 她是你嫂子 我就真的搞不懂 她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你为什么不好好待她 而是把她关在牢里 几天都不给饭吃 你怎么可以这么冷血 管好你自己 我的女人 用不着你来管 你若是对她不好 我就要管 你要是嫁给我小哥 那个就太好了 我会争取的 树语哥 四爷跟你说了没有啊 我又喜欢的人了 我不管 四爷和我爹都说好了 我就要嫁给你 谁啊 他喜欢谁啊 那个 好像是我 大嫂 什么 陆雨晗 我跟你没完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小火锅 这是我们的新品 包仔饭 尝尝看 怎么样 味道好吗 好吃吗 以后不要再开火锅店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不好吃吗 夫人 火锅店不让开了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你说那个臭男人 为啥不让我创业啊 可能 是吃醋了吧 吃醋 吃谁的醋啊 算了 爱吃谁醋吃谁醋 我必须得继续创业 这么好的地方 不创业 可惜了 不过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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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是谁呀 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吗 两位大小姐在这儿干嘛呢 当然是等陆雨晗了 等陆雨晗 我要和他比试 谁要跟我比试啊 谁赢了输雨哥就是谁的 输的人呢就要离开输雨哥 这个赌注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那你想赌什么 一个月内看谁挣的钱多 谁赢了可以直接向对方提一个条件 可不准找家里哟 而我的赌注就是 你说了做我一个月的下人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去做 那我要谁赢了呢 那你自己停咯 好 小叔叔 我开了一下服装店 你要不要给夫人买几件衣服啊 王哥 我开了一下服装店 你要不要给嫂子买几件当期的衣服啊 小姨既然已经开口了 那就来几件吧 那我帮你挑一下 那我帮你挑一下 嗯 那我帮你挑一件衣服啊 我帮你挑一件衣服啊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上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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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小仙女 陆雨涵 鼓掌 来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带来了 我们咸城平台的 第一个福利 来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带来了 我们咸城平台的 第一个福利 它 是一款饮料 记得前段时间 我开火锅店的时候 大家吃完火锅 都有一个烦恼 是上火对吧 只要喝了它 保证你轻松去火 真的假的 就是 来 第二款产品 就是我们的 卫生巾 这个呢 想必所有的女人们 都有一个烦恼 那就是来院士的时候 真难受 男人又不能理解 女人呢 自己有烦躁 只要有了它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的 把你的烦恼 统统都甩掉 你的私密 你的自由 选它没错 买它买它 来 第三款 就是我们的时尚内衣哦 只要你穿上它 就会有傲人的身材 让你的男人离不开你 姐姐 那 那是什么 哪个 那 那个 这个 是跳跳糖 棒棒糖 和泡泡糖 今天只要随意买一款 就可以免费送你们一块糖哦 哥 我要买那个 真是烦人 那去买这个 买这个卫生巾 好嘞 来 卫生巾送给这位先生 哥 付钱 这么好的东西 咋就没人买呢 夫人 咱们 也没赚多少啊 看上 咱们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下次咱再换你新玩意儿 嗯 姐姐 不好意思啊 刚没看见你 这回不瞎了吧 你 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四爷把你的心 化了胃口痣 好啊 我等着 不过在这之前 我会放你 夫人 没事吧 没事 树语 你来了 你 不会被我刚刚的行为 吓到了吧 哦 没有 没事 我挺喜欢 好 看着我干嘛 我脸上有东西吗 你真的愿意 我去理心意吗 没有啊 你想娶谁 那是你的自由 我看你 每次都跟她比 这么累 我真的特别 她只不过是不想输吧 我看你 每次都跟她比 这么累 我真的特别 她只不过是不想输罢了 你别想多了 是吗 确实 我不想输 听到了吧 该问的也已经问完了 可以走了 我还有一事 洛书渝 你可别忘了 她是你嫂子 若是你不想她 被别人说闲话 以后离她远一点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苏语 你不是喜欢吃吗 带回去吃 烦 洛书明 你个大混蛋 竟敢让老娘 顶着这太阳扇 我恨死你了 完了完了 这得付多少面貌 我才能摆回来 我恨你 干什么呢 这么热闹 哟 原来是夫人啊 怎么了呀这是 段宇露 都说了让你别惹她 星儿 难道你怕她不成 怎么会 我连我哥哥都不怕 我还怕她 你这激将法呀 就对这些笨蛋有用 你 陆宇涵 有本事你别玩阴招啊 看看咱俩谁厉害 愿意奉陪 你们这群混蛋 你的高 小哥 诺儿 我想死你了 你怎么来了 我太想你了 可是你这样 太危险了 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 你快走吧 诺儿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完全在一起啊 我已经嫁给四爷了 我 四下这样 已经很不对了 我们是不可能有未来的 难道我们要一直这样下去吗 如果你可以接受 可以啊 段宇露 你甘愿给她做小也不做我正事 行了 你听我说 我真的要走了 照顾好自己 诺儿 谁 出来 你 你是谁啊 你还真够可怜的呀 你 你想干嘛 陆语涵 你还真够可怜的呀 你 你想干嘛 陆语涵 你怎么来了 罗成 把他们带回去 我 不好了 小姐 表少爷被四爷带走了 四爷看起来很生气 陆语涵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身正不怕影子鞋 四爷 这是个误会 今日我与夫人才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你们就做这种事情 陆语涵 你是有多耐不住寂寞 四爷 且不说我没有 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 那只能证明 你无能 陆语涵 罗成 你还带出去 进猪牢 四爷 这 有何理去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 还有这个野男人 一起带下去 四爷 什么呀 四爷 我与夫人 真的没有任何瓜葛 四爷 看来你是真的误会姐姐了 她是我表哥 其实今日 她是和我的贴身婢女 她们以前在府上就好着了 只是表姑妈她不同意 还跟表哥吵起来 这不 刚遇到姐姐 所以 所以我就让姐姐 劝劝表哥 是吗 是 既然是误会 你不知道解释 你哑巴吗 对啊 你不就喜欢我是哑巴吗 既然事情解决了 那我走呗 四爷 那我也先走了 姐姐 放心吧 我要想说 刚刚就说了 你怎么来了 你是我妻子 我怎么不能来 我这不欢迎你 那我偏要呗 那你请自便吧 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忙碗了 过来 你去 陆月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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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汪 汪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知道 变漂亮了 我不是指你的人吗 以前 你买心买眼都是我 现在 我在你的眼睛里 除了眼睛 看不到一丝爱意 这不挺好的吗 省得你烦 神经病吧 你也这样 来 夫人 这些东西 是四爷让我送给你的 他送我东西 他不会想整我吧 夫人误会四爷了 东西放好了 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这洛书迷送我东西 他脑袋不会瓦特了吧 我觉得很有可能 打给试吧 这也太好看了吧 赶紧去买吧 赶紧的 快快快 走走 真好吃啊 开心啊 这么多好吃的 不好意思啊 今天都已经卖没了 如果你想要的话 可以提前订购 把钱交给小白 然后写上地址 我们送货上门 好的 夫人 现在生意 怎么这么活啊 诺小姐送你的 谢谢啊 加油 加油 说吧 什么目的 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你是我夫人 我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 不应该 在我印象里 你可是一直虐我的 以后不会了 快吃吧 菜都凉了 以后不会了 快吃吧 菜都凉了 四桶 六万 听说你最近卫生巾 卖得不错呀 那是自然 怎么 你也想要啊 我可以给你打八折 不要 给我给我 我要两下 我也要我也要 给我留十箱 给我的家人们也拥有 好 没问题 哎 我糊了 姐妹们 我先上个厕所 这打孩子贼呀 你 夫人 咱们一定赢 听说李小姐都没卖出东西呢 你到最后呢 不能答应 我跟他差多少 小姐 差十万答应啊 差这么多 要不求求老爷 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我赢了 我现在就杀了你 四爷要是知道了 不会放过你的 是吗 还好是个梦 四爷 我打算 这就是我第一次熬的鸡汤 不知道好不好喝 你要不要尝尝 一切自熬的 嗯 我说到这还有什么脸 是不用错问你的每一面 梦醒我又张开了眼 怎么了 烫吗 你看 我嘴都烫了眼 浪漫 真好吃 什么 吉他吗 不然呢 罗书欣 陆月哈你要干嘛 怕什么 我们是一家人了 日后理应相互照顾 是不是 乖哟 嗓嗓日后宠你 晓月 你去告诉表哥 让他过来 是小姐 呀 这是又来看你表妹来了 你 放心 我可没跟别人说 不过呢 你最好带你表妹赶快离开 不然让四爷知道了 可没有你好果的吃哦 我知道 你怀孕了 那我带你离开这里 不 我不能走 洛书鸣根本就不爱你 他除了能让你吃饱穿暖 其他的什么都给不了你 那 那也比跟你在一起强 努尔 我需要你帮我 愿赌服输 你说吧 让我做什么 学个小狗叫一叫 你 怎么 做不到啊 王王 王王 声音太小 听不见 王王王 是 是 在大点上 你们都说什么呢 这么认闹 陆雨晗你故意的 我恨你 陆雨晗 你这次真的有点过分 我过分吗 我过分吗 嫁给我 你后悔吗 以前后悔 现在 没什么感觉 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眼神清澈 拽着我的袖子不放手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爱过我吗 你爱过我吗 成人的世界 哪有什么爱你 只有适合 适合 如果我说 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 就爱上你了呢 我又和她不是吗 把那男人拉出去活埋了 段雨落 给她些银两 这辈子都不要出现在这座城市 是 对了 把所有银娘都解散了吧 以后 我只有一个女人 她叫陆雨晗 是 雨晗 你是一个好女人 我需要静下心来 想想后面的事情 那 你准备去哪儿啊 我准备 我准备出国 好 那 一路平安 照顾好自己 她说了什么 她呀 说她准备出国 你要是喜欢她 追她去啊 夫人 夫人 不要让四爷等很久了 好 走吧 你来干嘛 我特地给四爷做了件衣服 喜欢吗 还凑合吧 不喜欢的话 那我拿走算了 谁说我不喜欢她 谁说我不喜欢她 四爷 你找我呀 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都知道了 陆雨晗 你居然骗我这么久 你居然骗我这么久 逗你玩的 怎么 还生气呢 来 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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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还是回屋等吧 夫人还有些时候才生 没事 我等着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爱过我吗 成人的世界 哪有什么 谁有事 谁有事 不是我 如果我说 我见到你第一眼的事 就爱上你了 我一会再不信 我一会再不信 我嫌 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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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点 我传媒 我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